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刻 河底河眼这个小小空间 仿佛与世隔绝了 成为一个独立于世间的小世界 我和灵灵是个小世界唯一的生命 我转眼看了看光河外面的卫云楼 它可能不是为言所听 因为我感觉到 一种这辈子从来没感受过的危机和恐慌 那种恐慌甚至比一把刀子夹在脖子上更加令人惊悚不安 但是更要命的是 我根本不知道这种恐慌的感觉到底从何而来 头上头发在不断长着 紧跟着我感觉嘴唇和下颌有密密麻麻的胡须冒了出来 胡须同样长得飞快 这种变化是我根本意想不到的 我瞬间就慌神了 不要慌 不要慌 我一边说着话 一边把灵灵轻轻放下 然后在光河附近不断地寻找着 这个时候只有彻底离开这个地方 才有可能阻止这种诡异的变化 陈静水没用的 你找不到路 维运楼在外面又一次喊道 如果后悔了 现在开口 我放你出来 我仍然不理会他 在光河旁边来来回回地找着 光河流动速度太快 光芒发得白光 像是一面生了羞的铜镜阴隐隐约约映照出我的影子 我的心里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叹和伤感 只都止不住 当我勉强压下心中情绪 在光河边摸索的时候 目光一下子就呆住了 借着光河的映照 我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光河上身影是魁梧强壮 一头长发几乎已经到了腰际 满脸护须 额头和眼角生出一些细密的皱纹 这是怎么回事 我心里痴疑不定 就这短短时间里 我好像完全变了样子 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 陈进水 你还是执迷不悟 随着未云楼的大喊声 整片空间光河转动更加剧烈 几乎光影一样快 周围虽然听得连风都没有 只有痴有的心脏跳动 但是我仍能感觉到 一种抽离般的力量在带走空间的一些东西 只是因为这些抽离 我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又在短短的一瞬间 光河的倒影再次变化了 我看到自己一头几乎长到妖际的头发 从乌黑变成黑中砸白 接着又从黑中砸白变成花白一片 如同头顶落满了一层银霜一样 脸旁额头的皱纹千钩万赫 一道接着一道 我被自己的样子吓住了 倒抽一口凉气 灯灯后退几步 眼前循环不定 我受不清楚这到底是真的还是自己所做的一场梦 脑海中记忆不断地变换 从小盘河到大河滩 再到冰雪俘改的盛誉 深邃无边的酒梨 我完全恍惚了 身子好像轻飘飘地浮动起来 如在梦里 一声轻轻地呼唤打断我的思绪 我骤然想起 灵灵还在身后地上坐着 随即一回头 目光又是一顿 眼前已经没有灵灵的影子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道让我感觉熟悉 有隐隐心痛的身影 那道身影漫妙地好像一抹流云 完美无暇 就像世间至美的化身 它轻盈地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一双眼睛中充满着浓情 正默默地注视着我 我的心抽搐般地痛了一下 身后的身影就站在离我两三米远的地方 我能看到它的眉眼 它的五官 甚至能看到它眼角一丝 刚刚浮起不久的云尾纹 看见它的同时 我想到冰河裂谷那块寒冰中的身影 想到了曾在梦境中出现的绝世佳人 想到了久离深山从血池中浮出的叶子 我的脑子完全乱了 几乎分辨不清楚 它们到底谁是谁 自信 这道身影 微微抬起手 它的额间有一片若隐若现的叶子 那片叶子像是冰镜一样璀璨 淡光浮现 转动空间猛然一致 速度慢了很多 你 你是谁 我不由自主地迈动脚步 但是一抬脚就发现自己很疲惫 脚步沉重 本来笔直的腰身已经微微地勾搂着 我是灵灵 是你的灵灵 这道身影 微笑着 但是眼睛里已经留下两股的泪痕 它的笑 笑得那么灿烂 又在哭 哭得那么伤感 灵灵 我看着灵灵 又看看周围减缓的速度的光壳 心里猛然一震 我忽然明白过来 之前让我感觉恐慌的抽离感 抽走的是空间的时间 带走的是我的年华 光壳倒影处并非循环 而是我的样子 真真切切的样子 空间的时间伴随光口飞速转动和流逝 在一瞬间 我好像已经老了几十岁 满脸皱纹 一头银霜 灵灵忽然也被流逝的时间影响了 甚至连孩童 童年和烂漫少年都没经过 一下子步入中年 她的样子依然纯真 相貌依然美丽 但是 眼角的细细一丝皱纹 却意味着她在这个世间停留的时间也有限了 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嘛 匆匆忙忙的像一场梦 入睡时 生命开始 等到苏醒已经垂暮 我猛的咳嗽了一声 够了我的腰身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压弯了 眼角不由自主地开始湿软 灵灵 唇美又神秘的灵灵 初见她的时候 她在强保 但转瞬之间 我们都已经到了垂暮之年了 很多事情 我没有经历 所以不知 很多情 我没有尝试 所以不懂 只有到了新阳要落山的时候 才会突然明白 年少时的自己 原来是那么傻 我的心境在不断变化着 望着灵灵 情绪渐渐稳定 人这一辈子总归是个熬 熬到尽头也就罢了 告诉我 你是谁 我不畏惧突然来的垂暮 但是我只想知道 灵灵她究竟是谁 子欣 我不能说 不能说 灵灵流着眼泪 慢慢摸着我不满皱纹的脸 还有那一头银双色的白发 我说了 你的转生印就会崩散 我漠然了 光可虽然被灵灵锁住了 转动缓慢了一些 但是 我感觉时间还在飞速流逝 脸上皱纹越来越多 用不了多久 自己可能化我一具没有生命的皮囊 急而腐烂成一具枯骨 还有什么顾忌 还在乎什么转生印的溃散吗 子欣 无需知道那么多 你只要知道 我心里 始终只有你一个就好 灵灵灵抹掉眼角的泪水 双手捧着我的脸 颠着脚尖 在额头上轻轻一吻 这一吻 让她的脸颊飞快的红韵 目光羞涩迷离 忍不住低下头 说 一千年前 我心里只有你 一千年后 我心里 依然只有你 这句话 并非什么明显提示 但是 我额头后面转生印突然一亮 这种变化并不是转生印要崩溃的迹象 而是 隐藏在额头后面那些细衣碎片 一下子通明了一片 我的目光顿时不清晰了 灵的脸庞若隐若现 我仿佛置身在一座高耸云端的大山脚下 山峰雄壮 站在山脚 我能看到山顶的云雾之间 有一座冰晶般的宫殿 宫殿红尾巍峨 与雄尾的山体连为一体 这座宫殿出现的一瞬间 脑海翻滚不定 我朦胧中回忆到 这是一个围着在追逐和寻找的地方 神秘巍峨的宫殿大门是紧闭的 大门外面好像住立着一道身影正摇摇凝望着我 我一下子睁开眼睛 望着面前的玲玲 脱口问道 那座宫殿是什么地方 你忘记了 真的想不起来了 玲玲摸着我的脸 说不出的怜惜 那是 自然天宫 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见的地方 我一下子回想起来 若干年之前 我真的去过那座温恶的宫殿 在宫殿大门外 我看到了他 那是我和他第一次相见 时隔千年 一切都被我淡忘了 然而猛然回想起的时候 我却充满了内疚 我隐约记得 就是那道身影 深情的凝望我的时候 我转身离开了 没有任何的犹豫 一步不停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自然天空 之后的无数个岁月里 他一直在等 等那个当年头也不回 转身离去的我 等到沧海变成桑田 天地变了样子 却始终没有等到 你来自自然天宫 那么你会是谁 不要再亲亲我我了 两个人变成了一把老骨头 还想想怎么活下来 魏运楼在光口外面 哈哈笑了笑 说 陈进水 人的一辈子那么长 你并发雪白 现在就算放你出来 你还想独撑西门 阻止大河河变吗 不要再犹豫 机会只有一次 我被魏运楼的话扰乱了 自己独自感悟转身印的变化时 时间又不知不觉流逝了很多 我的头发和胡须完全白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黄河鬼尸》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久下角的故事 请ci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